俄乌战场关键10月 普丁恐怕真正大失算了 他心里千香万想 只想到了万名的北韩大兵 前来支援他的俄乌最前线 没料到却让乌克兰有了理由 踹破普丁的红线 因为美国国防部已经表态了 如果北韩参战支援俄罗斯 那么乌军使用美国远程打击武器 将不再设限 拿开他的捆龙索 那这场战争 岂不更多的变数了吗 更大的变数在这里 南韩准备将乌克兰直接送进去 反炮兵雷达跟精准战术导弹 矛给盾也给 乌军用南韩的炮火去打北韩的兵 那不是代表跟全世界宣告了 韩战已经提前在俄乌的战场跟土地上 正面对决了吗 军想战事升级 是不是让乌克兰解开了捆龙索 可以大展身手了吗 你从美国的这个发言人就可以听得出来一些端倪 美国国防部他有说到 如果北韩军队介入了这个俄乌战事的话 那美国将不会对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你要怎么去使用西方国家 包括北约和美国在内这些国家给你的武器 都不再设限了 记不记得之前在俄罗斯卡山举行的这个金专会议 普丁是不是一语成诚了 因为西方记者也不是说好事 而是会提前跑去问普丁说 哎呀 如果说这个美国媒体有形容川普 他威胁说如果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他将会攻击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市中心 当时普丁他是有讲到说 他不记得川普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但是川普的话听听就好了 你也不用对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各方的阵营这个候选人 讲什么言论太当真了 他说你想威胁谁都行 但是威胁俄罗斯那是没有意义的 讲完没有多久 金专会议落幕没多久 他讲这话 也就是说你美国人讲的话 你听听就好了 结果竟然美国就已经说 我会放开这个限制 让这个乌克兰用武器去攻击你俄罗斯啊 所以昨天都没讲到了 昨天才在讲说 普丁要求要拟定万一俄罗斯被松绑了 他用远程攻打来打我们俄罗斯 甚至打到本土会怎么办的时候 最有可能被拿来动用攻打俄罗斯的 会是什么样的援火武器呢 那当然美国的这个媒体也有报道说 美国白宫正在评估 是不是让这个AGN-158 这样的一个背弹 可以去提供给乌克兰 我们知道AGN-158 它其实是这个GSN 它的其中的一个系列的这个背弹 有三种款型 一个是基本款的370公里射程 另外一个是ER真程型 大概到500公里到700公里左右 那还有一个AXR的这个极程型 就是极端远程型的 大概是在970到1900公里 超过1000公里都可以做得到 那像这样的一个AGN-158 它的这个飞弹 如果挂载在美国支援乌克兰的F-16战斗机上面 那这F-16战斗机挂载的JSSN 像AGN-158 它可以让战斗机在试剧外 也就是说 你不必飞到敌人的这个防空炮火 防空飞弹 或者是敌人的战斗机的这个射程范围内 你在远远的地方 370公里 甚至500公里 你不用瞄准它 你直接发射就好 你发射 它具有AI的功能 它自己会去找 对 它就像巡异飞弹一样 它会自己去攻击那个目标 提高战场在这个战机 在战场上的一个存活率 然后又可以在安全距离范围外 去精准打击 你要去攻击地面目标 以俄罗斯而言 你就可以去打哪里 就想打哪里 另外一个更棘手的情境是什么 随着这个万民的北韩大兵 进入了最前线 南北韩 韩战会提前在俄乌的土地上 提前开打吗 有可能就是把战场 从朝鲜半岛延伸 延伸到俄乌战场上面去 彭博社就有引述 韩国的高级官员提到说 韩国正在考虑 以前韩国有受限国内的法律 和宪法的这个限制 你要去援助到这个战争中的国家 交战的这个国家 你不行运送武器 你要转来转去 可是现在韩国考虑 我要去修改这些法律 那我就直接扭转了这些 像交战国家提供这些军事武器 来援助了这个政策 我不演了也不转了 我直接给乌克兰 因为北韩都去帮俄罗斯打乌克兰了 韩国为什么不能帮乌克兰 把他的K武器都提供给乌克兰呢 朝鲜半岛算是全球 数一数二算少数 两大韩国跟北韩 炮兵陆战部队最强的国家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之前讲过 南韩这几年 他们发展军工产业多么的迅猛 已经排进全球top 10了耶 是因为以前的韩战 就是这样子互相打 那如果两大炮兵的这个国家 在这个朝鲜半岛以外 跑到俄战事区 做一个直接冲突 那不就是两大炮兵强权 被卷入进去了吗 我们讲你刚刚说 韩国的武器有多强 都可以列入top前几名 在全世界 韩国在这个盐平岛 这个炮战之后呢 那时候是金正恩主导的 他还没正式登机之前 那后来因为在那个战役之后 他们就开始痛定思痛的 这个思考和检讨 他想要想尽办法 去破坏北韩的这个地下坑道 就想要用破坏北韩地下坑道的 这个远程火爆阵地 达到目的 他就发明了很多的 这个地对地的战术导引飞弹 除了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玄武五行之外 他们在去年也完成了 质量验收的这个四射 射程超过180公里的KTSSN 误差范围大概只有五公尺左右 等一下 你从多远的地方打过来 居然可以在五公尺的一个 周园之内打这么准 当然是180公里以外 就相当于 你从台北可以打到台中 苗栗台中去了 太可怕了 那你从首尔打出去的话 你当然可以打到38度线以外 打到北韩去 而且这个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精准度 因为误差范围只有五公尺 他可以击穿到地下碉堡 跟加固的坑道 好像几公尺以下 就像以色列这样的状况 而且他现在最新研发的 Update的这个二代版本 甚至射程可以超过300公里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今天如果南韩把这一套的 非常精准打击的 地对地的战术导引飞弹 送进了乌克兰 交给乌军的话 哇那普丁的俄罗斯大军 可有苦头吃了 所以这个是南韩韩国他们的 提供的最强的毛与盾之中的一个毛 那你刚刚讲盾 盾是什么呢 盾就是他的一个炮兵的 这个防空备弹的这个征收雷达 因为他们为了侦测 北韩的这个炮兵位置 必须把这个数据传送到 这个韩国的军方各单位 所以他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炮兵 他的一个阵地 他要实施反击 精准这个征收 猎取他的这个目标 然后再回击 所以他的最大探测距离 大概至少到70公里左右 这个天径雷达呢 他搭配八成一八 你看他是八成八的这个卡车的载台 他可以展开机动的 这个越野式的野战部署 就像画面上看到这种 那维修跟操作的成本 也相对低廉 可以连续运作至少八个小时 而这样一个天径雷达 就是韩国军方最强的盾 盾加上锚 那韩国可以自己用 用来对付北韩 也可以提供给乌克兰 让他在这个战场上 也验证韩国的这个武器 一举两得 那是不是北韩跟韩国的战事 就外溢到了俄乌战场上呢 我们曾经预告过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到 今年年底之前 会有万名的北韩大兵 前进俄乌战场的最前线 帮俄罗斯 帮普丁打这一场硬仗 但是啊 但是 普丁这个时候回过神来 会不会觉得 哇 我怎么被警政人坑了 是啊 普丁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那我们来看看 北韩的真援部队 甚至传出来 被丢包在俄罗斯的森林当中 怎么会 简直像娃娃兵一样 他们不是会胸口碎大石 说是人间最强悍的杀气 还是北韩特种部队 不可以小看金正恩派的人 但我告诉你 有40名北韩士兵 到了这个俄罗斯之后呢 跟当地的俄军士兵 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技能交流之后 结束之后呢 竟然有将近一半 大概18名的北韩军人呢 他们就被留在俄罗斯 当地这个乌克兰进攻的 那个库尔斯克的 这个地方的森林里面 哇 其实在那个地方是森林很多啦 那结果这一中呢 可能因为这一群北韩士兵呢 他又没有方向感 所以迷路了 在这个森林里面 只能这样子走来走去 往外找找 找俄罗斯的指挥部 最后两天后呢 被俄罗斯军邦找到他们 已经距离他们原来 这个会合解散的地方 60公里以外了 你搞半天 你是要来奋勇杀敌的 你是来帮忙的 你怎么让我反而帮倒忙啊 对 所以这个俄罗斯 就赶快把他们去找回来 又拘留了他们 太惨了 还要找人去照顾他们 也难怪之前会流出一段声音 他们不屑这个北韩的军人 但是你想想看 普丁跟北韩 金正恩到底做了 什么样的一个交换 他提供你一万多人的 这个兵力给你 那你帮助他的什么 传出来 普丁似乎要给金正恩 北韩 36架苏凯35战斗机 你拿35架的苏35 去交换一万名 这样不堪打仗的北韩士兵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像亏本的交易 太惨了 北韩现在肯定没有钱买 30多架先进的苏凯35战斗机 因为北韩大部分都是米格机 那米格机 你怎么会有空忧 在朝鲜半岛对付南韩呢 那现在北韩 只要突破全球的封锁 你借由你派部队去帮俄罗斯 换来了一批30几架的高科技的 这个空军的战斗机的话 是不是朝鲜半岛上空的空忧 可能那个态势会微妙的 产生一些平衡性的改变 当北韩大兵出现在俄乌的战场 他彻底改变了 这战场的面貌 改变了什么呢 变得更棘手 也更让人担心 普丁证实俄罗斯已经展开了 新一轮的核武演习 要来回应 美国对于 演员成攻打武器的 松绑的这项决定 因此 我们看到俄罗斯 居然也再一次的出现在日本海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他振着了美日韩 他把普丁逼急了 最后会不会擦枪走火呢 大家现在每天都在讲 第三世界大战 核子战争 讲多了 讲多了就罚了吗 狼来了嘛 狼来了大家就不以为意了 先不然把这件事情 万一 狼真的来了 狼真的来了吗 人类要怎么来面对 好 现在关键在这里 拜登放话 只要发觉北韩的部队 在乌克兰打仗 我立即就把长城飞弹 供应给乌克兰 而且让他去打莫斯科 普丁放话 只要有你的美国长城飞弹 打到我莫斯科 我就核武挥急 你一步我一步 我会不会真打起来了 放话对不对 对 错 普丁岂是放话的 普丁错 普丁自己实地参与 自己实地宣布 俄罗斯进行全面性的核武演习 这次的演习有不同于以往吗 这是近几年来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核武演习 第一次三位一体的演习 什么叫三位一体 首先 普丁把核武使用原则放宽了 第二个注意看 他在勘察之半岛 发了一个地基的导弹 陆基的导弹 导弹 发射出去之后 还没完 两艘核能潜艇 也发射 水下的潜射 下巡异飞扇 然后突九五 啪出去 也投资 导弹 侯野骑 吃全餐 三位一体 全部出动 而且 俄罗斯国防部说 全部精准 命中目标 是 好 我先讲 他这次在勘察之半岛射的那一枚不是普通的巡异导弹 那是什么 他这个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你看他这射的画面 好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他是射给美国人看的 第一个 他现在可以带三枚核弹 将来新的要带六枚核弹 好 他可以飞一万两千公里 也就是从北极射出去 全美国境内 全境蓄盖了 好 他现在 已经在线上可以使用的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有三百枚 是 三百枚 每一颗带三颗好 我说将来可以带六颗 那不就一千八百枚的核弹了 对 现在是九百枚 将来一千八百枚 我告诉你 他的力量 可以把五万以上美国城市 全部摧毁掉 五万 所以这一次他不是 轻易地在掉以轻轻 就在这个同时 我再跟你讲 发生了一件极严重的事情 在1961年10月15号 俄罗斯四爆了一颗 全世界最大 最厉害 威力最恐怖的沙皇炸弹 就放给美国人看 你不要让我重启沙皇炸弹 我沙皇炸弹打了美国 你受不了 各位看 这个呢 他的纪录片是这样子 就是除久我 在这个沙皇炸弹 到新里岛上空 10500米的时候 对 丢下来 在4000米的时候爆炸 是 爆炸我告诉你 他那个蘑菇云 你知道他的直径 直径超过90公里 90公里覆盖了整座城市 对 好 然后我告诉你 他这个火光 1000公里之外可以看到 最重要来了 现在美国人傻作 你知道他一颗的这个 威力是多少 3800克广岛原子弹 3800克广岛原子弹 而且注意看 然后他就说 这里所有几十公里的 这个沙土 是 全部变成焦土 放给老美看 放给欧洲看 是 你受不了 受不了 这样子的一枚炸弹 受不了啊 把你在那边 放一下上空爆炸 是 你整个毁一城市 毁天灭地 所以这是普丁 在这时候放这个影片 是 最高最高的一个警告 对 好 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哪里 在北韩 因为北韩派12000人 到俄罗斯去 没错 好 普丁会不会让这个小老弟 没面子吃亏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 他做这些事情 都是只有一个目的 替小老弟 撑腰 是 好 各位 看 就在同一时间 你看俄罗斯做多少时间 宣布完成了太平洋舰队 六艘潜艇 六艘潜艇 这是太平洋舰队 就是在我们这边 好 这是洛基第三代潜艇 他建六艘 六艘都完了 马老师这有什么了解 这才有潜艇嘛 我告诉你 这是美国人最怕的 为什么 不是核动力他最怕 第一个他立宗 安静 立宗 他是立宗潜艇 我告诉你 美国人就怕你跑到我旁边来打我核弹 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搞清楚 立宗你怎么搞清楚 是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他可以在水里面浅扑45天不动 45天 第三个我给你讲最严重 他带有口径飞弹 他口径飞弹是可以打核子弹头的 那他现在肯定飞弹 只能打2500公里 所以美国很简单 我只要把2500公里的海域去 收 去进空 收让你进来 对 但是俄罗斯知道 俄罗斯现在研究出一个4500公里的核导弹 就是他可以打4500公里 对 我看你在进空嘛 所以第一个 他现在这边想 第二个 你看普丁做多少事情 突然之间两架突95 由苏凯三十富航到日本海 在日本你知道飞了多久 飞了十个小时 飞了十个小时啊 日本人下得惊慌失措你知道吗 好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突95在日本飞十个小时 就是告诉北韩 你放心 老大哥在这里 在普丁最近动作一一连串 好 他说马老师 突95太老 是突9572年的 1952年研发出来 现在是2024年 72年 错 当年为什么要研发突95 就是为了丢原子弹而研发出来 他专门丢原子弹的 而且我告诉你 他的航程可以开 12000公里到14000公里 他时速可以开到800公里 我告诉你 各位看 他有四个螺旋 涡轮的螺旋桨 当然这四个涡轮的桨 是全世界最吵的飞机 它外号叫做熊 我告诉你 它吵到什么程度 美国潜见的时候 我们在海底 都可以听到它飞过去 吵死了 连美国战斗机 我们去追它 对 只听到它的涡龙引擎声音 我的喷射机声音 我都听不到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因为还丢核弹 日本收核弹的侵操 我派两架这个 到你的上空去 都是有特殊目的的 这个时候 会不会何威辙变成了何失控呢 全世界等着看 那一万两千名派进俄乌战场的北韩大兵 韩战之后就没有打过实战 看看他们是真的是最不怕死 最耐打的人间杀气 还是根本来轮回炮灰而已呢 我跟你讲 现在因为普丁刚刚讲 突然之间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事情 都为了小老弟 都为了小老弟撑腰 小老弟到底有没有去 是美国线最重要的事情 我告诉你 一万两千名北韩兵 源源滚稳 确实是到了俄罗斯了 来我们看这张 这个是 已经北韩军队 已经穿上了俄罗斯的军服 穿上俄罗斯的军服 在莫斯科红场 拍照 确实已经抵达了 你看 哇很开心 注意哦 他穿上俄罗斯军服 然后很开心 去那边打卡 看到没有 拍照打卡 你来打仗了 怎么搞得跟观光客一样 因为来新鲜嘛 他们现在还在受训 他穿俄罗斯军服 用俄罗斯武器 他现在还在受训 我告诉你 受训完了 这群猛兽一上战场 准备去当炮灰了吗 不晓得是不是炮灰 好 注意看 这张照片更有趣 他们宣到了俄罗斯 穿了俄罗斯军服 但是对不起 两张王牌的照片 随身膝带啊 金正日跟这个 金日成的照片 金神领袖 金神领袖 还是要戴在身上的 这一次在俄乌的战场 为什么说完全改讲 要骂 金正恩这个小老弟 对于普丁 他是有人出人 有武器出武器啊 现在金正恩对俄罗斯 确实是尽心尽力 对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俄罗斯军援给他 十亿美元就丢给他 第二个 技术资源给他 我给你导弹啊 卫星啊 第三个 现在你的卫星 用我俄罗斯的卫星了 好 但是现在传出一件事情 传出一件事情 就说这个现在 北韩 两万箱以上的货柜 运到俄罗斯去 运到了 两万箱 他运的是炮弹 两万箱可以多少炮弹 940万发 152的炮弹 跟122的炮弹 他主要是送这两种 但现在有传出说 六成都打不准 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前线 推动不去 那不是很拉残吗 我告诉你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北韩要跟俄罗斯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将来无人机 飞弹部队 远远滚火而去 注意看这张照片 这个人是谁 是北韩的外交部长 叫崔善基 他9月16号去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就他今天 这张照片是今天 他又去俄罗斯 他这么密集造访俄罗斯做什么 我认为他谈两件事情 一个是民的谈 我怎么支援你 怎么跟你合作 第二更严重 我觉得金正恩要去访问俄罗斯 跟普丁见面 我的一万两千名大兵过去了 我人也要过去了 我认为他是去谈 安排金正恩去跟普丁见面 这就不得了 天大地大 他们两一见面 见面要谈什么呢 我告诉你 携手合作 南韩打我就帮你打 乌克兰你帮我打 有人欺负我们就核弹对付 我告诉你 双方只要达成这个协议 这个天下就乱掉了 最后这句很恐怖 所以核威者会变成 两国的核失控啊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大堆 这个今天普丁做的事情 是 那金正恩做的事情 也是有玄机的 这火星18 对 火星18不得了 他可以飞到六千公里的高空 飞一万五千公里 飞到美国头顶上了 带核弹头 我告诉你 他现在弄了火星16B跟火星 把故意拍照片给欧洲看 美国看 日本看 南韩看 你看最后一句说 带核弹头飞了一万五千公里 打到美国上空 美国大选过后 他要丢核弹了吗 我告诉你 就是你如果真的爆发两韩战争 你真的打到我头上 我就丢核弹给你看 所以今天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动作 只告诉你们一个讯息 俄罗斯跟北韩要携手了 携手 如果你们还敢欺负我 对不起 核弹伺候 你看老师敢不敢 北韩大兵 一波一波 已经派进了俄乌的战场 即便变成要吃兵 变成要笑 我就把你当炮灰 金正恩为什么干冒 这样子的一个羞辱 也要把兵送进战场 他到底盘算什么 他到底想要普丁手上的什么样的空中杀器呢 而即便百般的被羞辱 你都不要忘了 北韩的部队是全世界最不怕死的人间杀器 传闻上阵的北韩第十一的暴风军团 他的铜皮 他的铁骨 根本就是人体兵器 绝不容易低估 好各位观众 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进入了新的拐点了 普丁现在是不是等于是预告 新的战场要展开 因为普丁加莫斯科这次当局 正在研发出 正在发想出一些对策 怎么对策呢 他要防止美国跟北约的盟国 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的这种远程的攻击 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再强调一次 现在普丁他们担心乌克兰 在北约西方国家的筑权之下 会再一次踹破他画下的红线 你的红线没有人瞄你了 你说不准用这个所谓圆火的武器 打到你的俄罗斯本土 现在也极可能即将要发生 是因为等于北韩进来之后 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那北韩进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谈论说这个话题 其实也话题非常多 包括了金正恩的心腹 已经到了俄罗斯 上个年代我们刚才说 金正恩的导弹的工程师 有没有站在俄罗斯的军人旁边 现在连他的心腹都已经抵达俄罗斯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站在金正恩旁边的 这个是北韩朝鲜人民军的总参谋长 金永福 红色群群群群群的这个人 现在人已经在俄乌战场了 你要知道 过去能够站在金正恩旁边 那等于是一把交椅 第一把交椅也是他的心腹 那现在这把交椅 已经抵达了俄罗斯境内 要参加他们的特种部队作战 好 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 你看到金正恩对他的普丁老大 把兵派到了俄罗斯战场 怎么还用贤草草 看你笑说你是去吃兵 我们知道其实坦白讲 两方的军人文化不同 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也开始有点矛盾开始出现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军方 有时候看到旁边北韩的军人 他们觉得北韩军人怎么站在指令里 眼睛瞪着大大的感觉 他们说还以为他们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他以为是中国军 还甚至还私下嘲讽说 他们是中国佬 所以大家看得上 这样两方的军 是不是有些格格的情况 可是问题是 北韩派了一万多名的军方人员 到了这个前前作战的时候 其实最需要什么 也需要翻译官 也需要指挥官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北韩也派了他们指挥官过去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北韩的军人 每30名的军人就要一个翻译 然后要配三名居官 那现在俄罗斯军人不满 我们打仗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的配 那为什么北韩的军人 来到俄罗斯前线作战的时候 要配了这么满 一个翻译官要配三个军官 那不是在摆拍 还是在作秀吗 所以你是来摆拍 还是作秀 你是要来赴生死的 你赴汤到火的 更何况天气越来越冷 包含了衣服 包含了备品 包含了食粮 都是越来越珍贵而稀缺 你找这些北韩大兵 如果你们没有站立 你是要来跟我抢 你是乞丐吗 这些东西完全北韩的士兵 统统不用担心 为什么 普丁你给他们吃最好 睡最好 用最好的 所以你看看照片之后 为什么可以理解 俄罗斯的这些军军 非常不满 因为现在就有传言指出 就明确报有指出 南韩的间谍情报 肌肉透露 说俄罗斯要支付给北韩士兵 每个月将近两千元美元 什么意思 六万台币 六万台币 在我们台湾看可能还好 那你要想在北韩 那个环境 六万台币 等于是当地人收入了23倍 那等于是来这边当这个 非常有钱的少爷兵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看北韩 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诡异 难以理解的国度 是 错 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 真正战场上的北韩的军人 那是最不怕死的人间杀技 最可怕的就是这一支暴风军团 有四个字听起来毛骨悚然 说他们铜骨 而且说他们的整个战力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形容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北韩的总兵力 有120名的官兵 那现在呢 包括这个暴风军团 他就占了六万名 那这六万名其实都是精锐进出 怎么说呢 其实他们的训练过程基本上是挑战人体的极限 而且呢为什么被称为暴风军团 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在 基本上就四个字叫人体兵器 身上的每一个关节 每个手指或是怎么样的初弦 通通都是跟兵器一样 你看他们大家训练的时候 我们过去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 训练铁头弓顶多就是打打酒瓶 打打玻璃瓶 那现在他不要 胸口碎大石 胸口碎大石 他们用头来直接断砖袜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甚至他们打把 就是用手枪打 在一分钟之内要打到八名敌人的心脏 你知道他们训练这个枪法 需要有多么准的情况 所以现在北韩炮出了这个暴风军团 来参加这样的情况 对北韩对俄罗斯来说 是不是把这个整个乌尔战场 带向另外一个新战局拭目以待 北韩派兵前往俄罗斯朝二结盟 这一局大家想问 中国到底知不知情 其实中国大陆角色蛮暧昧的 因为介入恐怕会更加的两难 他帮也是 帮也不是 不帮也不是 因为背后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加大力道呢 但是中国的暗中协助似乎还是透露出了一点端倪 的确余欣现在北韩军队已经开拔到俄乌战场 这个举动已经被美方还有欧洲的各国 以及包括乌克兰都拍到了 甚至证实了这件事情 尴尬的就是他的老大哥中国人 虽然他也有跟俄罗斯这个老大哥非常麻吉的关系 但是CNN他就用考验朝中关系 这个朝就是指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会不会受到这个考验 因为北韩军队出现在俄罗斯的问题很复杂 北韩虽然跟俄罗斯他们双方有签订了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俄朝之间的互助合作伙伴协定 就是讲好了两个国家谁被打的话 谁就要去帮他 立庭到底 那现在北韩金正恩你派了这个军队 一万两千名部队 虽然先派三千人去帮这个普丁打俄乌战争 这一场战事 但如果说北韩跟俄罗斯有签订 这个两国之间的合作这个友好协定 难道北韩跟中国没有吗 1961年就签了 早就有了 他在民国50年的时候 他们就签了这样的一个 两国的互助合作的协定 也是一样 那这时候北韩的军队 如果在俄乌战场上出事 在俄罗斯被打了 你知道中国怎么办 他要去打俄罗斯还是打乌克兰 他很尴尬啊 你要把中国拖入这个泥沼当中吗 所以当中国被问到这个尴尬的问题的时候 外交部每次他们都像战狼一样 回答答案那个题目都很犀利 结果这时候竟然说 有关于这个我们不了解 就是外媒在问他 现在北韩的军队出现在俄乌战场上 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不了解 他只好一直跳针 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局势被拖下水 这可能不是中国乐见的 现在莫斯科呢 据说也希望说中国 这个因为朝鲜半岛 他的寝室也紧张嘛 这个南北韩的关系恶化 那希望中国你不要再维持什么中立好不好 你在朝鲜半岛中立 在俄乌战士也要中立 还是两边都讨好的 虽然大家都说中国比较偏向于俄罗斯 但是呢 你毕竟金正恩跟这个普丁讲好了 俄朝之间讲好之后 中国被拖下来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最后如果是有什么状况 是吧中国插屁股 不是没有潜力哦 雨昕我就跟大家讲 把时光拉回去 在上个世纪打韩战的时候 不就这样子吗 当年打韩战 是不是史达宁跟这个金日成 就金正恩的这个阿公啊 讲好了 我们要去打这个韩国 结果呢就一直打到快到釜山 整个朝鲜半岛席卷而下 最后是美国出手 然后盟军整个登陆 然后登陆之后 再从这个韩国 现在朝鲜半岛最南端 再打回来 一直打到压力江边 打到北韩 现在北韩的这个地盘都快没了 然后完全要往中国再打过去 当时也有建议麦克阿瑟 是不是要越过压力江 从门将军打中国 那个时候史达林跟金日成的决定 你就没有跟中国讲了 可是等到打到快到中国边界 中朝边界的时候 这时候才跟这个毛泽东拜托 然后毛泽东后来虽然知道 变成你没有办法拦阻韩战爆发 那就只好派出什么 抗美援朝志愿军 然后去打美国 然后一路这样打才打到现在 我们今天看到了 南北韩之间的38度线 然后才分革为南北韩 所以已经有潜力了 所以中国是不是当年 是不是打韩战也是被迫 然后被拉下来 然后跟着打下去 那现在这次事情历史会不会重演呢 这就让中国觉得是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火坑大泥沼 那你现在去跟这个普丁讲好了 然后北韩的军队派出去打他 那会不会就跟上世纪一样 难怪中国现在闪闪躲躲的 但是你要看到 北韩其实不是只派人过去而已 我刚刚是讲说三千名部队已经去这个 俄罗斯的军事净烈经济受训 然后也到了这个乌冬战场 甚至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跟乌克兰打仗最激烈吃紧的地方 那北韩据说已经提供更多的这个弹药过去 那乌克兰因为战场上 他的弹药本身吃紧 北约欧盟他们也说 原本要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弹药 总共至少一百万枚的炮弹 可是本来说 让他到四月之前要提供 可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六十五万八 严格来说你不过就是过了一半 剩下的呢 乌克兰当然急着这个 哲伦司机到处去要这些军联跟资金 打仗要子弹啊 没错 北韩做他的后盾 北韩把他的这个武器库存 据说他至少可以维持俄乌战事 在维持让俄罗斯可以打三个月的需要 因为北韩啊 实际上这个 他已经约运了这个两万个货柜 在这个衔进港 北韩的这个衔进港 要准备要出口 出去到那个俄罗斯的海参威 那这一个两万个货柜 他满载的时候 可以容纳至少940万枚的 125公里的这样一个炮弹 那900多万枚 这对俄罗斯来讲绰绰有余啊 所以之前他已经 到目前为止 据说已经给了俄罗斯 八百万发的这个炮弹 那你如果再给他900多万 九百多万发 那俄罗斯真的是 军饷这个弹药都充足啊 大家如果讲说中国呢 中国到底有没有帮忙 他的角色在哪里 我刚刚不是说中国很尴尬 一定会被拖到这个泥造里面的 对不对 那可是你看到 你有注意到 北韩他现在大量生产了 70辆的这个洲际 有人在代号是KN08的这个弹药 洲际弹道飞弹的这个发射车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 飞弹发射车 还有他的引擎 这些部件其实是来自于中国 你知道吗 你看这种八轮的 就四乘以四那种大轮子的 载子这样一个 洲际飞弹发射架的 这样一个飞弹发射车 几乎都是中国的零件 在支援北韩 所以北韩到底 他去帮俄罗斯去打俄乌战争 但中间到底有没有中国的影子 怎么会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的反坦克飞弹 你怎么知道他的防空系统 你怎么知道他的一些 反坦克武器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弹药 或者是无人机不是来自于中国吗 不是中国给北韩的 或是中国帮北韩的 包括这个洲际弹道备难车 那北韩他去派部队过去 也派人带着弹药过去 他拿着东西 中国能阻止他吗 就跟当年打韩战 也是一样不能阻止 所以我才会说 现在这个二朝之间的结盟 是不是重演上个世纪的悲剧 而中国是不是在不甘不愿之间 却被迫拖入了这个战场当中 所以其实中国真的可能不知情吗 这真的是蛮奇怪的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还是露出端倪 那我们刚看到 这是北韩的态度 另外一个关键在于南韩 影席院现在刚好到波兰去访问 那他在跟波兰 因为韩国跟波兰最近这几年 一直合作的还算蛮频繁的 包括波兰跟韩国买武器 所以影席院当然就谴责北韩 那这时候因为北韩金正恩去帮了普丁 影席院就代表韩国 那这样子对于韩国还在这个乌克兰这边 他可能更灵活的可以来支援基辅了 这句话就很吊诡了 因为你北韩去帮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那谁说韩国不能去帮这个乌克兰 帮基辅哲伦斯去打你这个 抵抗你俄罗斯呢 而且你注意到 韩国最近这几年 他的这个K武器 在世界上舞台上大行其道 什么叫K武器 K当然就是Korea 就是朝鲜 高丽 应该说正确的翻译叫高丽 高丽 这个韩国的这个代称 那他的这个武器 其中有一个这个韩国自制的新型的 这个超音速空射巡弋飞弹 他用他的这个FA50的这个战鹰的这个战斗机 他去挂载他去试射 那有人就想说 这个好像是流星飞弹 有像一个新的这个飞弹 因为他本体的 飞弹的这个本体是采用冲压发动机 而且他用这个战鹰的这个轻型的战斗机 担任他的一个发射平台 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战斗机 他时速也超过1800多公里 大概是1.5马赫左右 然后再加上他再有这样一个新型的这个行律飞弹 他会不会把波兰当成一个 巴射的这个舞台平台 在那个空域里面 因为波兰位在这个乌克兰的旁边 算是俄乌战是很靠近俄罗斯的这个邻国 又是很靠近俄乌战场上的前沿的一个这个要重要的这个地方 北约重兵几乎也都集结在那边 那韩国如果派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武器用战斗机 载着这样一个新型的巡异飞弹的话 那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说 你是把那边当成一个试验的战场 因为武器总要有一个试验它的战场的效能 你才能够让大家知道你好不好用嘛 而且不只是这样 韩国的KF-21的这个战斗机呢 它甚至也成功发射了 我刚讲说 看起来像流星飞弹的这个新的飞弹 而它真的也发射了流星飞弹 流星飞弹那样的射程200公里 它等于韩国是在 在即英国德国还有这个西班牙这几个国家之后 成为再度成功发射这个流星飞弹第五个国家 而且它是空射型的 也可以是射后不离 那200公里的这个时速以上 它的急速可以达到4马赫 那甚至在这个极端的范围之后 它可以直接猎杀目标 所以当K-5G它不断的在试验 而且甚至把靠近俄乌战士区域的这个地方 当成一个试验场的时候 波兰这时候把韩国的武器引进来 它就聪明了 为什么 因为FA-50现在波兰要买的36架 它的作战半径有555公里 包括它还有这个跟美方的 我跟我们台湾空军一样 有Link-16可以跟美方的 做整个战时区域的这个通联 然后本来波兰它就有F-16战斗机 F-16战斗机加上FA-50的这个 战鹰的这个战斗 轻型战斗机也是可以当拦截机 它是第一线的这个战斗机 发生战事的话它可以去拦截 或者是直接去做一个这个 把敌人困住 那最后再派F-16 所以我说叫做高低配 那配合这个F-16跟FA-50 在这个靠近乌克兰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对于这个俄罗斯 形成一个很莫大的这个压力 而且这不是韩国 等于是大展身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靠着它的武器 搭配美智的武器 那让世界各国也注意到它 所以这个举动恐怕也会让俄罗斯死掉未及 俄乌战场美国最新的一个声明 他们证实出现新联孔了 北韩向俄罗斯派兵是真的 初期1500人 预计年底会达到万人的规模 这万人大军甚至包含了北韩最精锐的 暴风军团都出动了 今天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只竞旅 白宫警告 当心你们个个都会沦为炮灰 今天我们更严肃的要来问 俄乌会不会变成南北韩冲突战场的延伸 而地表的三大火药库如果同时齐炸 那不是更棘手了吗 真的不是我为言耸心 人类70几年来 最接近世界大战的时机点居然来到了 就是现在 而且是两个时机点 点燃一个就世界大战 好 我先问你 今天全世界最惊爆的一条新闻是 证实俄乌战争北韩部队参战 北韩已经派进去了 派 北韩战争已经到俄罗斯参战俄乌战争 我考你一下 南北韩最近有没有要爆发的迹象 有啊 南北韩一爆发 我问你 俄罗斯会不会去帮北韩 会 因为俄乌战争你已经来了 是 我会帮你吧 是 美国会不会让南韩 会 南北韩战争会不会变成美俄之间的大对决 哇 那是会发生的事 世界大战就爆发 对 好 所以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 北韩参战俄乌战争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他到什么地步 第一个 美国国防部长出来讲话 对 他说我要亲自证实 北韩派遣 注意听这四个字 精锐部队到俄罗斯 北韩的精锐部队 精锐部队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讲 是 美国白宫发言科比出来说 目前进去的超过三千人 已经三千人了 对 然后乌克兰这个情报总局局长出来说 为什么普丁把库尔斯克收复的日期定在2月1号 为什么 因为他要等北韩的部队完整地进来 把打进去 他说北韩要多少部队进库尔斯克 一万两千人 我头皮发麻 原来2月1号压这个日期是等北韩所有的精锐部队到位 到位 库尔斯克去打 因为俄罗斯还不敢让北韩部队攻进乌克兰 他假如让他进入乌克兰 那就不得了了 外国军队就可以进入俄罗斯了 但是我只在俄罗斯把乌克兰军队推 打出去 库尔斯克 去俄罗斯的北韩部队居然是暴风军团 好 讲到了深水区 老师你好 跟我们讲一下 北韩的暴风军团是怎样的一支禁旅呢 我要跟大家讲 北韩的部队真的是实际上最好的部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训太苦了 我告诉你 甚至我讲我们中华民国军人 都不敢这么苦的受训 北韩没有关系 老实说他无人道没关系 所以他的暴风兵团 受训中死亡受伤 那简直是稀中平常 因为他那种什么胸口吹大石 头顶吹大石 那种都小case 你看这北韩的暴风军团 在风雪中是打赤膊的 不怕寒冷的 而且接下来乌克兰战场冬天 我跟你讲 你看他们是直接用木棒敲打你的 然后直接用刀砍你的 受训这么严酷 对不起 你受训过人我死亡了 那你家的事情 只要能够通过受训 北韩暴风军团全部都身经百战 把这种部队派到俄罗斯去 所以几十年来 地球上我没有谁看过北韩 打过一场战 结果这一场大规模的战事 会发生在俄乌 对 而且北韩暴风军团派到俄罗斯 乌克兰自己情报总员讲 他们将面临严酷的考虑 暴风来了 好 这个暴风会不会变成全世界暴风 好 我们再来看个影片 现在有人提供影片就是 在俄罗斯127摩托车步兵旅 步兵师 看到北韩的军人 对 这是俄罗斯的步兵师 北韩军人 他们还用韩语讲 好累啊 好晚了啦 就是证明这些人 已经到了 在战场了 库尔斯科 就是库尔斯科 是 对 好 那现在乌克兰说 你要帮我 南韩你要帮我 他要向南韩要一堆武器 是 南韩说武器我不能给你 我可以帮你训练F16飞行员 所以现在南北韩的战场 改到了乌克兰去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不要看不起北韩 北韩科技很厉害的 北韩 它的无人机 居然试射地狱火飞弹 对 无人地狱火是美式的装备 而且你看 这北韩的无人机 长得怎么这么像死神啊 我告诉你 有一张照片 金正恩站在无人机前面 是 接受访问 那张照片你就看到 金正恩故意把后面的无人机 秀揣给你看的 是 那个无人机两种型号 一个叫做彩星4 是 一个叫彩星9 对 我告诉你 彩星4跟MQ4全球音一模一样 是 彩星9跟MQ9死神一模一样 那哪来的技术 这样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 而且他居然有仿地狱火飞弹 而且发射成功 我告诉你 他如果把这些武器交给俄罗斯 那天大地大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认为战场上无人机是主流了 没错 美国在今年居然把一个项目停止 什么项目 未来武装直升机发展项目 是 因为什么 他说武装直升机不重要了 直接我用无人机 所以美国直升机武装直升机就不服气了 是 最近他们用了两架阿帕器 发射地狱火飞弹 在空中直接把无人机给干掉 是 他要证明说 我的武装直升机 可以打无人机的 我可以打坦克的 是 你对付地面部队还是没我的 而且现在美国15个 这个武装直升机营队 全部跟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 对 无人机在前面 看到坦克 看到部队 我的阿帕器用地狱火在后面 啪啪啪啪就把你攻击 代表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普丁脸真的丢大了 马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 金砖峰会会在俄罗斯登场 而在峰会之前 普丁一定会把入侵的乌军赶出去 结果呢 这个期限一延再延 已经延到了明年2月1号了 普丁逆转战局的最后希望 难道只能重压金正恩了吗 曾经让美国文风色变的 北韩米格神风特工队 准备支援前线 北韩版的死神无人机也在最近首度曝光 它能搭载北韩版的地狱火 全球就在关注 这一款杀器也会支援俄罗斯 来到俄乌战场吗 会上演无人机的猎杀大战吗 今天的主题是 普丁的美丽与哀愁 美丽与哀愁 这两天普丁的心情很美丽 但是情绪里面充满着无比的哀愁 这么极端啊 为什么这两天心情美丽呢 因为金砖高峰会在俄罗斯卡山召开 习近平多给他面子 提前到卡山去 而且在会前还跟他举行了 会前的双国高峰会 而且讲出了普丁要听的话 普丁在高峰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们两国是新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 好 他就希望习近平你也讲这个吧 结果没想习近平真的讲 回敬他什么呢 说北京跟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这个世界上稳定的力量 注意 劳不可破 普丁要听这个话 战略伙伴关系 各位 真的握手了 中俄真的吸手了战略伙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居然里面一起骂美国 怎么骂呢 美国就是制造世界混乱的冷战罢手 好 这就是他的美丽 对 那我问你 他哀愁什么呢 他哀愁三点 第一点 我跟大家讲 这个金专高峰会 古巴总统不来了 塞尔维亚总统不来了 最重要是巴西总统不来了 金专会的四大主角 中 俄 巴西 印度 我们讲金专五国 对吧 对 巴西不来 这么多国家总统都不来 还没有 普丁会真是声势浩大 就给他的小老弟哈萨克说 我邀请你入会 对 你来参加吧 这是莫大的一个光荣跟机会 哈萨克总统说 No way 我不来 我也不入会 我也不参加 为什么不想光 你就知道普丁有多生气了 是 普丁居然会这件事情自出 自财 给哈萨克总统说 是 你不来对不对 对 辣椒不卖你了 这个瓜果不卖你了 番茄不卖你了 给脸不要脸 对 居然不卖 制裁 好 这第一个 哀愁 第二个哀愁这件事情 各位要知道 普丁曾经下了军状令 11月1号 要把这个乌军赶出库斯克 马老师第一个在节目当中预告 叫大家等着看 对 为什么10月1号 因为10月2号是中俄建交 70周年 是 要欢庆的庆 对 对不起 11号赶出去没有 没有 没有 就说 延 10月15号赶走 为什么10月15号赶走 为了金砖高峰会胜利召开 好 10月15号赶走没有 没有 现在如果第三道命令下去 我以为 是10月31号或11月 2月1号 延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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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令如山 岂能一改再改呢 改还没关系 这代表普丁 根本没信息 没把握 在短期之内 把吴京赶 太没门了 要 现在 改到明年的2月1号 好 第二个 他的哀愁 第三个哀愁 就是 你要先整理出来 普丁所有的威胁 大家都当耳边风 没有人听他 认真听 来 我们来讲过 普丁设立第一条红线 说禁止 芬兰加入北约 芬兰加入北约 没有 加入北约 第二个红线 禁止北约 向乌克兰提供 进攻型武器 提供了 提供了 哈马斯 第三条红线 乌克兰不得 对克里米亚大条 进行轰炸 炸了 第四条红线 禁止乌克兰 进攻俄罗斯本土 他都占据了 第五条红线 禁止向乌克兰 提供F16 他也升空直勤了 对 第六条 不得没收 俄罗斯在海外的 资产 全部都没收了 每条红线都被踩破了 每条红线都被踩破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他的美丽 与哀愁 他这两天美丽的 但是他内心里面 愁得不得了 好 还有一个人 跟他一起愁上加愁 抽刀断水 水更流 谁 金小胖 好 各位看 金小胖 今天 是出了一大堆照片 不得了 各位看这张照片 这是金小胖 来 导播一定要看这张照片 看到没有 重要 金小胖这张照片 向全世界讲一件信息 讲的是他背后的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大家伙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两家伙是火星18 我告诉你 他去视察 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 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 给谁看的 给美国 不是给南韩看的 因为打南韩 四十公里 舟 不用洲际吗 不用洲际吗 还有 就打美国 是 故意给大家看 这个火星18 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去年 第一次全世界看到 火星18 升空的照片 是 你知道火星升空 在一升空之后 在上面飞了 注意看 飞了 74分钟 创下记录 而且它居然飞到 六千公里的太空 六千公里的太空 马老师描述的高度 大家仔细知道 这个高度往往就意味着 它可以在水平的推移 可以打多远 水平可以打一万五千公里 那它如果以 30到45度角度发射的话 从北韩 直接可以打全美国的境内 都逃不掉 这威胁太大了 所以它根本 金正恩今天放这张照片 就是给美国讲 我是可以打到你全境的 是 好 现在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美国叫南韩去做的 你们派遣人到乌克兰 去监视 北韩军队 北韩军队在乌克兰到底有没有打仗 是 好 去探一下虚实 北韩说我们没有打 但是北韩的军 我告诉你 这几个军人完蛋了 居然传出了这张照片 这是 这个在哪里拍的 这在乌克兰拍的 所以北韩大军已经到了 而且北韩的军人 是 跟俄罗斯的军人合一 是 好 所以此地无垠 三百两 那 现在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我觉得这才比较惊恐的 你入军去还好 说北韩的飞行员 现在集体 在俄罗斯的海森威 接受飞行训练 拜托 北韩的空军 有什么好害怕的 北韩空军是很烂的 你知道吧 但是他接受飞行训练 是不是代表说 他要 北韩 俄罗斯要给他 米格31 跟苏凯35 全世界 连美国都很烂 对 我告诉你 北韩的科技线越越好 飞机很烂 老飞机 新生命 新做法 老飞机怎么新生命 北韩大概有 800架老飞机 米格 15 17 19 21 对 各位看 金正恩又现 注意看金正恩的新照片 他给两个女飞行员 对 弄花 是 我考你一下 你认得出来 认不出来 后面这个飞机是什么飞机 我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对 我告诉你 这居然是米格17 老古董 但是金正恩很厉害 他现在居然把这800架的飞机 开始用远端遥控系统装上去 这系统远端遥控系统以后 它就变成无人机了 我可以远端遥控了 是 那这800架就变成800架 神风特工队 神风特工队 它要自杀攻击 它全部是自杀攻击无人机 这就厉害了 是 米格机变神风特工队 那个就厉害了 而且它是自动远端遥控系统的 好 你不要以为北韩空军看不起 然后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这是1969年4月15号 老美的一架侦察机 跑到北韩边边 然后带日本海 抵近侦察 对 侦察 结果北韩两架米格21飞来 两枚导弹就把他打了 这么凶啊 我告诉你 结果美方呢 机上31个美军 31个全部死光光 团灭啊 团灭 所以这件事情 但当时美国中共的李克森 很没面子 誓言报复 而且那是 你知道李克森本来警告北韩 我为了报复 我要用核弹打你 后来他一时冲动 被美国他们压下来 没有用核弹打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北韩 飞机烂 但是他新作法 新作风 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讲到了 地表的集同火药库 同时开炸 朝鲜半岛 北韩除了直接叫板南韩之外 他也不演了 直接化暗为名 昨天我们提到了 多少北韩的大兵 源源不绝 上了俄罗斯的军舰 运到了海森威 还没完 真正深水区 在今天晚上 北韩最近动作也是很多 因为他跟这个俄罗斯 似乎更紧靠在一起 就是他们派出了 上万名的这个部队 要去这个俄乌战场 有人说会到乌东 顿巴斯那一带 那北韩派兵支援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也开始去 首度的回应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就特别 因为韩国很关切 他据说还派人 向俄罗斯去抗议 那俄罗斯为了安抚韩国 没有违背朝鲜半岛的 这个问题 也没有违背 你韩国的安全的承诺 你放心 当然啦 金正恩派这个上万名部队 来帮你这个俄罗斯打上 你当然这样讲 可是哲伦斯基 他就有感叹 他说这对全球不是好事 当然啦 他说乌克兰的军队 当然一定会锁定 不管你俄军的目标 还是北韩的这个军人目标 都会打你 但是他说 如果北韩的这些部队 跑到这个乌东 尤其是他说 可能不止在顿巴斯乌东这一块 可能还会在这个库斯克这里 库斯克就是俄罗斯的境内 去协助俄罗斯来这个 做一个协防 那在这里 不管有没有被炸死或受伤 他起码学到了 现代战争的一些技巧 北韩也很多年没打仗 透过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打这两年多的一场战 他投入了这个北韩的军队 他是不是就可以 在抵御乌军的方式 一方面学习这个乌军的 这个攻击和防御的方式 然后一方面学习 俄军的武器的操作 那回到了朝鲜半岛 他再回去让北韩的人民军扩大 那甚至跟未来 这些同盟的这个国家 他是不是就把这些的经验带回去 对全世界的安全来说 是一大威胁啊 这当然是一大威胁 不要搞半天 最后俄乌战场已经非常棘手 进一步 明天过后 他会变成南北韩战场的延伸 好啊 你北韩出人是不是 南韩我就出大炮 要打来打啊 对 韩国真的就这样 我就出武器 因为俄罗斯跟他抗议没用 那我就找你的死对头乌克兰啊 所以现在K武器啊 K是什么 就是代表高利 韩国的那个代表就K嘛 K-pop 那在这个全球舞台也大受欢迎 尤其是美国 他欧洲也是一样 欧洲的这个K武器 你看K9 K9现在有A1跟K9A2的自走炮 他等于是美国的这个M1洞沟 A2的这个韩国版 但是他跑得更快 可以跑到时速64 甚至到65 70公里 而且他的炮管更长 他的整个炮管 炮管越长 他可以打得越远 射程更远 是 早期的这个K9自走炮 他可以到这个射程30公里 现在可以据说到100公里 而且他火力大 这个药价又便宜 又是美国跟欧洲的这项 同型自走炮的一半 又是155重炮 所以韩国大举支援乌克兰 让他去打俄罗斯 这也恐怕会让俄罗斯 气得跳脚 但是你又能够耐人如何 因为韩国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乌克兰 上星期我们来看到的就是 为什么俄罗斯的一流声运输机会出现在平壤 迷一般的存在 找到答案了 因为金正恩 他出人 也出武器 正在支援普丁 攻打乌克兰 证据抓到了 北韩精锐的暴风军团 受训的画面也曝光 连俄罗斯军舰 从北韩运兵的画面 都被美国的卫星抓到 金正恩支援俄乌战场 会不会进一步换取普丁 助全北韩开战 朝鲜半岛的局势 岂不更复杂了吗 报警各位观众 上个礼拜 中国大陆的力箭逼军演 其实一度造成台海局势 一度紧张 那现在美国 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10月20号 美国的第7舰队 就派了这个西金斯号 还有加拿大的温哥华号 来穿越台海 希望能够镇住 这个整个台海的局势 那当然了 对美国来说 不是只有台海局势紧张 再来东北亚局势 也非常紧张 所以现在 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 这个普瑞布尔号 其实也到了 日本的横须克港 加入了第7舰队 他是睽違四年 再度来到日本 可是他这次来之后 大家很关注的是 上面有哪些配备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第一个 他装有60千瓦级的 雷射光弦炫目 还有他在监视的影像 整合系统 是美军最先进的 雷射武器 他就可以击落什么 击落包括像无人机 飞弹 水面快艇等等 这些东西 所以你知道 其实美国 他这次等于是精锐 进出要来守住台海 还有东北亚的局势 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盯台海 一个就是盯着朝鲜半岛 而你刚刚提到了 这个伯克级的 这一艘战舰 他完全是应对 现代武器 最主流战场 无人机 凡此种种 就是盯着金正恩 不容有一丝的蠢动 是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北韩动作 也是频频的 不只现在 可能台面上的一些议题 北韩现在跟俄罗斯要联手了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南韩的这个国情院 就公布这个卫星的照片资料 我们光看这个画面 虽然是黑黑的 但是他实际上有拍到 俄罗斯的登陆舰 从北韩的清津港出发 他载了1.2万的这个暴风部队的精英部队 要到俄罗斯去训练 甚至南韩还公布了一张图 这个直接把路线图都公布出来 其实从海森威到北韩的旌旗 再到北韩的弦星 去载兵之后 再往返到俄罗斯的海森威去 载了这么多的士兵 要到海森威去 要干嘛 要前进到俄乌前线去上战场 所以俄罗斯的军舰 运输舰源源不绝从这一方 载运了北韩士兵支援前线 从海森威登陆之后 搭火车来到在欧洲的战场 加入了俄乌的战局 对 没错 所以你看看起来 最近普京好像 面对这些重大的议题 特别是问到俄乌战争 他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现在北韩跟他合作了 他士气大争 有了援军之后 他还怕你乌克人 所以你看 普京他受访的时候 他虽然表示说 不知道这个战争 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他很有信心 会打赢这场战争 那显见金正恩 现在跟普京联手 来参战这个俄乌战争 希望能够在这一局 拿下胜利 但问题来了 现在其实美国跟乌克人 当然不是省油的 像美国也公开了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大家可以看出来 虽然画面上有点抖抖 感觉像是偷拍的样子 但是他显示 北韩的部队 是抵达到中俄边境的 附近的训练场 你看到其实背景 还有一些人的声音 还有人可以听到 用俄语来表示 一些讲话的方式 他说我们不能拍他们 等于是不能靠来近 那显见那个训练 是极机密的 你看现在现场旁边 都是铁丝网 甚至是这个墙 都直接挡住他们的视线 镜头下看到在那边 快步碎步移动 接受训练中的 就是北韩的士兵 因为他们从北韩 大老远 拔射千里来到这个地方 准备投入俄乌的战局 他必须勤前教育 对没错 甚至连乌克兰 现在军方也公布一段画面 刚刚画面的其实显示 北韩的士兵 在俄罗斯的军营里面 每个人在排排站 在拿什么 在拿这个军营的这些装备 要拿帽子 要拿钢盔 要拿这些袋子 或者拿他的一些换洗用品 就像我们当兵一样 要去领这些装备 这些通通都是北韩的士兵 所以简介说 北韩士兵现在即将 要等于上了俄乌的战场 都在准备当中了 这段画面没拍出的 另外一个讯息是 你知道他们领到的是 哪一个季节的装备吗 我跟你讲 这个最最让人神秘 可能是夏季的装备 因为现在被披露出 有一个表格上面 写着说用夏季用的帽子 这个表格是CNN曝光 北韩士兵填写这个尺寸对照表 因为我们在领装备的时候 你要填什么size 或什么尺寸 衣服穿多大 长袖短袖 长袖短袖 结果这个上面有写韩文 韩文直接翻译出来 是夏季用帽子 夏季用的军服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俄乌战争 很有可能会打到明年的夏季 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画面 你知道他们在这个 所谓的库房里面 透过了补给的系统 一代一代的军品 他们北韩人 他们的体型 当然跟俄罗斯人是不一样的 没错 你透过丈量 透过领取之后 你知道这个快打旋风 秋风扫落夜 72小时 已经完成了领取 装备上升 然后长途跋涉 换句话说 我们说话的此刻 他们已经领亡装备 他们已经挺进 乌克兰的俄乌战场了 因为这个画面 其实公布出来的时候 乌克兰的军方有说 这画面还没有超过72小时 那言下这一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最新的画面 所以现在可能这些 北韩的军人 已经上到了前线的 俄乌战场去了 甚至南韩其实也有做出一些 分别的一个方式 他甚至用冷点辨识 拍到个照片 你看这个军人旁边 站得好像一个是 俄罗斯军方的一个人士 但是他仔细去比对 这个冷点辨识 却发现 这个北韩的人 过去是站在 金正恩的旁边 他是做什么 他是北韩导弹的工程师 你要知道 能够站在金正恩旁边的人 基本上都是北韩的精英 那现在这个精英 居然是站在俄罗斯的军方这边 那是不是代表 我金正恩对你普丁 有情有义 我把最好的人都给你用了 我把我的禁卫军 都送上乌克兰 送上俄罗斯的俄乌战场 去打乌克兰了 这不止这样子 甚至可能 北韩也有提供一些 这个飞弹的发射技术 希望能够提供给俄罗斯 等于你们上战场的时候 可以使用我们北韩的发射技术 一起使用 所以你看起来 现在金正恩跟普丁 结合的态势非常明确 所以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有耳闻说 金正恩派兵出钱出力 去帮普丁打这场仗 都个别的存在 今天被望着一讲串起来 都是真的 这边又有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了 当然乌克兰也不是吃素 乌克兰当然也知道 你现在俄罗斯跟北韩在做什么 所以当你装备翼领的时候 乌克兰突然在夜间夜袭 在黑夜当中突然一个爆炸声 就像大家看到画面一样 直接在北韩的军队的训练基地 发生大爆炸 那这个爆炸是怎么样袭击的 是无人机袭击而产生一个大爆炸 据说也有大概六到七名的北韩军官 在这场爆炸中丧生生命 那现在问题回来 其实在一切当中 其实乌克兰都有在监视 跟南韩一样 都有在监视北韩跟俄罗斯的一举一动 当然不是省油的 但问题是 现在大家很好奇 这个无人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无人机被发现是凤凰幽灵 号称是凤凰幽灵的自杀式无人机 最近才在美国的陆军协会的年会当中亮相 所以大家想说 短短两年之间 美国是不是已经把提供无人机的装备 给乌克兰来做使用了 而且是两年前才刚刚亮相 也就是最先进的无人机 都往乌克兰去送 而这一款无人机 居然成功击杀了 北韩吉吉密 在俄罗斯进行密训的这一个练兵场 这显然意见就是说 美国的无人机技术还是越高一筹的感觉 有呈现出这样的感觉 所以俄罗斯跟北韩的一举一动都还是在掌握之中 那其实这个无人机大家也很好奇 其实它过去在年会上有出现两种型号 第一个是支配者 第二个就是破坏者 其实不管是支配者还是破坏者 大家看表格就知道 它射程达到了500公里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过去只要讲到俄乌开战 我们都会讲弹簧刀 你要闻它射变死神凌空了 没有想到它的射程 不管是500公里 不管600公里 都更胜于弹簧刀 都比弹簧刀还要强 而且还可以透过车辆发射 那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有代表象征的意义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跟北韩 是代表一股势力的存在 那乌克兰跟美国又是另外一种势力 所以像乌俄战争 不是只有两国之间的博弈战争而已 是等于是两股势力在彼此互相较劲 就是跟乌克兰了一种势力的东西 就是一个个非常好的